其實我那次扮演一個小庭琴家 是看得不聽的 如果你聽完現場收音 就叫做殺雞的聲音 撐雞 不是 劇是劏雞 看都很難 因為拉小弟前她有一種feeling 看得不容易的 姿態很重要 姿態不重要 我剛才不知道她能否拿得到 對自己的 姿態就OK了 姿態真的一樣 下陽花氣 有些鏡頭就拿到位都OK了 但我本身因為那次機會 就認識了姚老師 我很喜歡她在拉琴的時候 非常有熱情不放的感覺 你其實不是拉琴說話都是這樣 很熱情 很多動作 很多東西想說給你聽 姚老師雖然她是一位 國際知名的小庭琴家 但我私底下真的很搞笑 很好玩 很好人 所以我們就圍繫了很多年的友誼之後 在去年的時候 姚老師就已經問我 我能否有空來做 其實因為去年她們也有一個 傳惠愛的恩流 是Mother's Day 她就說你第一次做媽媽 不如你表演吧 就是因為我第一次做媽媽 我就不認得了 因為我剛剛生完 又沒收生 有壓力底下 那時候就唯有不如下年 我們今天就真的衝繫了這幾次 所以很開心她能夠來參加這次 我覺得曲目方面也很特別 她所選的曲都是很多人喜歡的 都是很多人那時候小時候 偶像的時候現在聽翻了 所以就很開心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 透過這個機會 令到一些喜歡流行音樂的人 都可以聽聽古典的音樂 或者喜歡古典音樂的人 都可以聽聽 原來梁詠勳唱歌都不錯 這樣 很像我一舉兩單 對呀 對呀 其實我們教導前 都收到一些觀眾的提問 很難喔 他們都有很多問題 想問姚老師和Gigi 那不如先問姚老師吧 姚老師其實你什麼時候 發現自己對小提琴有興趣的 其實我小的時候是很調皮的 就像Gigi說 我只能做事很像男孩子的 我一點都不喜歡小提琴的 我甚至為了不拉琴 把弦會剪掉的 為什麼不喜歡上呢 因為我那時候 可能我技術方面 我可以比較自如自信的在拉 然後可能年紀也長大 我差不多喜歡到小提琴 應該說是十一歲左右 十一歲以前都是被逼的 被打的 另外有一題也挺特別的 他們就問了 Gigi你今晚跟我們獻唱了六首歌曲 那你對於這六首歌曲的編曲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首呢 花火我自己最大的感覺 我記得在彩排的時候 聽到余老師拉那一段音樂的時候 那一段音樂 我真的感動到 很想哭那種感覺 因為這首歌本身是自己寫的 自己作曲填詞 能夠有余老師來跟我一起合作這首歌 有一個新的演繹 其實都令我覺得很榮幸之餘 很感動 非常之感動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我覺得旋律整個感覺 都是很自如 就在講話 就在表達一個東西 我不唱詞 我都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我很喜歡這首歌 很久了 超過二十首歌的話 但是其實剛才我們剛才六首歌 我們練習了多久 我們這一次都多了 這個多了嗎 對 差不多 差不多多了 對 差不多多了 但如果只有雙倍 剩下四倍 我們現在四個月的時間要練習 我們就要…可能要去年了 今年可能不太多 都行馬 但是我想說就是很開心可以有余老師 我們一起合作 我真的希望在未來 如果我真的有自己的演唱會的話 那你可不可以來跟我一起演奏一曲呢 讓我來看 讓大家聽著我 好 你們都說了 劉冠正宗你參加 是不是 是 想一點點 好 是 是 是真的 好 其實他們也有說 其實這次的歌曲 其實都是一些很感觸的歌曲 那究竟是 可能你當年唱的時候 以及現在過了十幾年之後唱 其實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說不同的感覺呢 會不會有想哭的感覺 現在沒有了 我現在… 其實每一首歌 都是代表著 每一個… 可能當時歌者的心聲 某一些歌的確是代表我當時某一個階段的自己 但是人是向前走的 我們會累積不同的經驗 而成為更好的自己 我覺得現在再回望這些歌曲 其實好像是… 就是… 一步一步地來到現在 都是我一些成長的足跡 所以每一次唱這些歌的時候 每一次都會有很感動的感覺 但是就不會再有灰姑娘那些… 那些真情的爸爸 就是不會的 不會是那些的了 不同的了 現在開心了 好 這位聽眾就問了 Gigi 今次第一次又和娛樂團合作 又… 因為這兩首歌的風格都不同 發火和… 好詩晨 對 發火是非常適合小提琴演奏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聽的 我自己一邊亂一邊很感動的 其實我非常享受這個歌 那好詩晨呢 又非常jancy 我覺得都很適合 跟我們這次的arrangement 跟學樂團 跟那個band 再跟那個後面的和聲 都非常差當 我覺得選這首歌 選得非常好 還有另外一位聽眾就問 為什麼會選擇六首歌 為什麼呀 因為… 因為適合用原樂去增添曲 因為有一些歌 就像出走地平線一樣 很奇怪的 對不對 你以為非洲音 非洲古代表了圓 有時都要看那首歌的本身 本質 適合 以及適合現場的氣氛 最後當然趙真希也有幫忙 一起選擇 因為她也很熟悉 我們不趕就選擇了這六首 不如我們最後問回 娛樂師 分別問娛樂師和Gigi 其實這次完成了這套音樂會 現在有什麼感覺 我要不再交代 因為其實很緊張 對 很緊張 因為覺得 這麼難得一個音樂會 也只此一場 又沒有… 即是沒有第二 可能有… 因為這次只此一場 希望表現得最好 但我覺得 經過這次的演出 我更加… 即是看到姚老師的演出 即是我更加相信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這句說話 因為看著姚老師的魅力 在台上的魅力 真的不是短時間之內 是可以練成出來的 十八歲到現在 現在十八歲 都是… 算是神童的 謝謝你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感覺是很大的 感受很深的 很高興 這次能夠把這樣一個… 其實我們這個 不是觀光的音樂會 其實我們現在把它 做成一個秀的感覺了 在很多同事的幫助下 很多不同的團隊的幫助下 能夠把它實現成今天 這樣的一個效果出來 所以我自己其實也是很感動的 你知道我們一般的話 classical vision 不會有involved delivative element在裡面的 這次我們是放了很多不同的 element在裡面 讓… 希望跟觀眾感覺到 藝術就是藝術 不是說classical 跟pop不可以連在一起的 其實到了最高境界 藝術就是藝術 能夠把不同的藝術 能夠把它連起來 讓觀眾有新的感覺 那麼這樣子的話 你們就可以 更加敏感地感受到 音樂裡面講什麼東西 所以很高興能夠把 這次藝術搞成功 也很高興 這麼多觀眾 我們可以benefit 這麼多的基層人士 跟單親家庭 所以非常的高興 也非常的感恩 吉吉跟趙真希 他們可以一起跟我 完成這場聯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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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一次 感謝今天來的觀眾 我希望我們香港聯合團 賽亞會 一學能力量計劃 全衛下父親節演唱會 希望大家可以再多多支持 我們香港聯合團 也多多支持Gigi 不如我們現在來 我們拍一張合照 我們在台上 和台下美的觀眾 拍一張照 我們有大會視頻師 真的要早了半場才來拍嗎 剛才 哇 都可以多些人 不要緊 這樣才是代表全球 他們留下來 就有機會和他們合照 就一起來拍了